最近看到价值投资高手巴菲特被取笑已熟过时,因在这次美股大跌之时没有抄底,反而买出一些认为没有价值的股票。 结果美股近月出现不错反弹,令市场认为他的投资方式不合时宜。 其实,价值投资的买卖决定,重点在于公司内在价值与目前股价关系。只要相信价值投资也就要坚持这条原则,而非单单抄底博反弹式的操作。 无论如何,再等半年股市表现便知道巴菲特是否过时,还是代表目前市场正处泡沫之中。 博客Bars2Spots创办人Dave Potnoy上周在Twitter上传影片表示。 巴菲特是白痴,看看我,这真的太轻松,我就是一直印钞,每当个股都涨翻天。 为何要在航空类股天天大涨20%时获利了结? 输家财者魔造,赢家会把筹码全下注,我会赚到10亿美元。 Potnoy又指出,我相信巴菲特是个狠棒的家伙,但说到股票他就输了。 现在我才是队长,作者顺便在此谈一则故事。 中石油008572000年4月7日在香港主板上市。 发行价一元。 2003年4月1日,巴菲特控股的白克希尔公司却突然公告,已经大量买入11.09亿股中石油股票。 持股比例达到6.31%。 4月25日,白克希尔发布公告披露,宣称持有23.39亿股中石油H股。 占流通股的13.35%,成为仅次于中石油集团的第二大股东。 根据白克希尔2003年年报,其中石油累计买入成本4.88亿美元。 每股买入成本0.208美元。 以当时汇率1美元兑7.80港元计算。 每股买入成本1.62元。 2007年7月到10月巴菲特以11-14元的价格买出了中石油。 按照他1.62元的买入成本,赚了7倍多。 然而当年中石油却一路升至于20元。 当时也令市场认为巴菲特过早卖出股票。 失去赚尽利润的机会。 但这就是价值投资的特点。 不去留意市场情绪。 反而按公司价值作出买卖决定。 据Capital IQ资料显示。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PE,目前超过23倍。 创2000年初以来新高。 再等多半年便知道这个市盈率水平是否已经超高。 还是在美国狂欣人指下已属正常水平。